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聚焦洛杉矶 我是主持人子萱 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城县河滨县可以打高尔夫球 圣地雅各公园解禁的新闻 河滨县本周宣布在有条件限制下 重新开放境内高尔夫球场和一些户外活动 同时圣地雅各市也逐步开放部分社区公园 但是海滩仍然继续关闭 河滨县官员宣布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 关闭的私人和公众公共高尔夫球场 将被允许在一定限制下重新开放 该县公共卫生官员修改月初的命令 民众只要能遵守保持社交距离并且佩戴口罩 就可以被允许打高尔夫球 每组球赛中只能有4名球员 彼此间必须相隔6尺的距离 每辆高尔夫球车上只能坐有一个人 而且禁止使用球童及聚餐 除此之外 民众如果可以保持社交距离 并且佩戴口罩 那就可以进行远足 骑自行车 马术和网球等户外运动 该县境内公园和步道继续开放 但是禁止团体运动 公共活动聚会和使用野餐桌和游乐场 同时圣地雅各市本周重新开放了部分公园 但是海滩 停车场 运动场 篮球场和足球场等休闲场所继续关闭 市长福尔康纳指出 目前正在与其他沿海城市和圣地雅各县一同制定一项计划 希望在未来几周内重新开放海滩 福尔康纳表示 部分城市公园重新开放 但是有一些限制 居民在进入公共场所时 必须保持社交距离 只能进行散步或者慢跑等个人活动 虽然没有强制要求 但是建议民众佩戴口罩 圣地雅各县当局证实 正在与地方司法管辖区合作 计划减少对冲浪 游泳和滑浆等水上运动的限制 福尔康纳表示 一旦圣地雅各县批准重新开放海滩 该市也将准备开放境内所有的海滩和海湾 最快可能将是在月底 该县公共卫生官员武藤强调 只有在满足特朗普总统开放计划所有标准以后 才能够真正的落实 包括全县必须在14天之内看到确诊病例呈下降趋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